字幕提供 我們的木頭大概是以相思樹 還有加一些熔岩樹為主 這兩個樹種木材燒起來的木灘會比較好 我們就是很天然的那種味道 聞起來就不一樣 就是烤出來的肉也會比較香 用過的人就知道了 沒有壓壓 然後火又很漂亮 用這個雖然好用 不要浪費 因為取之不易 浪費我會心痛 中秋節會比較大中 然後寒流來的時候 取暖的也蠻多的 原來我在台北做傢俱 家裡就剩我爸一個人 沒有人陪伴他 老人家也蠻孤單的 我就一然決然就辭職回來陪老爸這樣 然後就因人聚會又蓋了這個窯 就變成我的職業 沒窯的週期我從山上取材開始 然後再回來整理木材 然後入窯 燒製過程 然後冷卻 從取材到出窯 大概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在有限空間裡面放越多的木頭 可以燒住之外更多的木炭 就是盡量利用裡面所有的空間 都把它塞滿就對了 生木材的部分大概 台一斤三萬斤 然後燒出來之後 大概剩下六千斤的木炭 燒製變成木炭之後就蜂窯 讓它自然冷卻 大概又冷卻二十天 然後就才可以出窯 都是一直傳承 最古老的製作方式 所以每個環節都是滿辛苦的 我不會說因為他辛苦 所以不做了不會 做到我不會做為止 現在這個苦工 大概兩千人不做 阿欣有回來 他願意做 我們做不來 他也繼續做下去 不要給他摸摸掉 很傳統的這個行業 就這樣不見了 我覺得滿遺憾的 所以我堅持做下去 我做是自己最好的木炭 所以我們會不會做到 都分析了 沒有想過 就是你良心可以做的